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現在眼前的這個晶片站 卻是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紐約時報這邊有報導說 暴風中心是什麼 就是被捲入大國晶片之爭的臺灣 還說到臺灣戲頓地位 變成了暴風眼 大陸來犯將玉石聚焚 大陸對臺積電還有其他臺灣晶片的依賴 阻止入侵了臺灣 美國對於同樣的這個技術的依賴 也為這個軍事支援 臺灣提供了可信度 不過大陸在去年 買了超過四千三百億美元的半導體 三成六都是來自臺灣 臺灣晶片廠是煞費苦心的 不做中國大陸的敵人 但你知道其實現在呢 對於中國大陸來講 臺灣的晶片是很重要 沒錯可是他們自己也在積極的發展 我請教一下蔡正恩委員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那臺灣要如何來自處 現在是被美國的媒體形容說 我們已經被捲入了暴風中心 那我們要如何自保 臺灣能夠發展出這個高階的半導體 製造能力 韓國也可以 沒有理由說中國不可以 中國大陸為什麼會落後 其實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起步比較晚 第二個原因用人不當 像清華紫光集團搞到現在就搞垮了 然後第三個美國的這個科技封鎖 基本上是三個原因 所以造成它目前相對的落後 所以它需要大量的進口 那大量進口的時候 就要從這個臺灣或者是韓國 甚至於其他國家進口一些 但是大陸基本上這種進口的替代 也在進行當中 特別它的什麼DRAM 一些比較相對的這個製造技術 還沒那麼高階的半導體 它已經逐漸能夠取代了 那至於比較高階的部分 它是真的還是需要從臺灣 或者韓國來進口 那我們現在面對一個問題 那這個造成是臺灣的保障 還有臺灣的危險 兩方面都有 第一個 因為跟台積電買的 這個半導體的這個廠商 不只中國大陸 美國也有 其他國家都有 所以如果說戰爭使得 台積電 這個不能夠運轉 沒有貨的 不只有中國大陸沒有 台積電 這個在佔中國大陸的比重 基本上不是特別的大 美國佔的比重也很大 所以沒有大家一起沒有 看誰輸得多 所以這個是往壞的方面 就是說我身上有個保育 大家不敢來搶 或者是大家一起搶 都有可能 所以這個是破壞性的 那好處就是 剛才他文章講的說 那因為有個台積電 這種高階製造能量 所以大家都不想破壞 大陸也要買 可是問題撕破臉的時候 我就不給你 大家一起沒有 玉石俱焚 這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為畢竟從政治領導人 立場來講的話 政治因素永遠會高於經濟因素 不要經濟因素 台積電只佔的中一環 所以護國神山 到時候就可能 這個山要護國 所以這個不一定這樣考慮 是 好 來 這有點簡單的 一個台積電 就臺灣一直把台積電太神化了 我們應該把它分兩個層次來看 從戰術的層次 從戰術上 台積電絕對有它左右的價值在 就是要不要打什麼 從戰術的考慮上來看 但是從戰略的層次來看 台積電絕對是被誇大 就是說整個中國大陸 假如要解決臺灣問題 要解決兩岸統一的問題 他對美國被逼到 他必須要出手要解決問題 或是臺灣在處理兩岸問題的時候 逼得必須要出手的時候 你覺得台積電是他考慮的因素嗎 就不考慮了嗎 這戰略的層次長就不去考慮這個了 這個時候只有我的最終戰略 會不會完成 完成了以後再來考慮這個 假如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把台積電當作是護身符 那就危險了 從戰術的程度 角度來看 可能會這樣下去的結果 我晶片的損失會有多少 我的經濟產生會有多少 因為他不是決定大陸 整個產業結構的絕對因素 假如說沒有了台積電的晶片 整個大陸的製造業就垮了 整個台積電是怎麼樣子 那時候是戰略層次了 他不是的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 要誇大了台積電的作用 因為從戰術的角度來看 或許他還有存在的價值 從整個的戰略目標的角度來看 他絕對沒有那麼大的一個債人 第二個 他不是靜止不動的 中國大陸最近在這幾年 有關這一個 肩變的發展 因為被美國打壓的結果 他現在知道 我必須要獨立駐索 對 我需要再大的代價 所以他不是靜止不動的 他自己不斷的在成長 到有一天成長到 你沒有那麼重要的時候 請問又變成了什麼 所以台灣一定要清楚 不要誇大了台積電 對台灣安全的那一個 那個絕對的重要性 這個是有一點不重要 尤其我看那個網路裡面 只要談到台灣安全 真的是護國神山 是啊 都把台積電視為很重要的關鍵 嚴重的誤判 好 可是大陸方面 那難道說真的完全就不考慮嗎 只為了要捍衛主權嗎 那以現在來講 中國大陸確實是在加緊腳步 在發展它的半導體 那麼加拿大也有研究公司 提到說大陸最大半導體公司 中心技術大躍進 實現與Intel 台積電 三星匹敵的七奈米技術的突破 而美國打壓大陸達成半導體自己自作目標 阻止在先進晶片生產設備 OSMO來供貨 所以美國當然也是頻頻的出招 不過現在面對這個美國的圍堵 那現在當然我們來看一下 跟半導體相關的這個全球的 DRAM模組的廠商 全球的Top10裡面呢 中國大陸五六七 這個加和靜威 金泰克以及技術科技等 這都是中國大陸的廠商 那麼現在以看去年 全球DRAM模組市場 整體的銷售金額 是達到一百八十億美元 年成長大約是百分之七 那麼在成長的情況之下 中國大陸成長的速度也是蠻快的 所以換句話說 委員剛剛就誠如您剛剛講 就是說其實中國大陸 雖然它是後起之秀 但是它是加緊的在往前追趕 是嗎 DRAM相對的來講 這個應該怎麼講 它是這個比較沒那麼高階 所以基本上DRAM中國大陸 有它的生產優勢 它的地大人多規模大 做鞋子規模是那麼大 做這個手機規模那麼大 所以這種以規模取勝的DRAM 它的確比臺灣那些做DRAM廠商 有很大的優勢 DRAM相關低階 但是在高階一點 尤其現在是在七奈米的部分 中國大陸也很努力 那你怎麼看後續他們的進度呢 第一個大陸真正要突破 應該要做出自己的高階的光科技 那大陸也有能力做低階的光科技 高階的光科技 還在廠世階段 沒有做出來的話 你用用比較平常的光科技 去做七奈米 我簡單這樣形容 當然不是那麼完整 就是說你用高階的時候 你要照相的時候 光科技照一次就可以了 那用低階的光科技來做七奈米 你給它照兩三次 那就兩三次就表示你的時間成本 發揮的成本會將對提高 你的良率可能會降低 所以七奈米做得出來 這對中國大家講是技術的越境 也就是說我用老的武器 我竟然能夠打出這麼圓的這個射擊率 可是問題就是說到底成本多少 這是一個問題 那商場上競爭 你做得出七奈米 你韓國也可以 臺灣也可以 那你的成本比人家高 你就只能在中國大陸裡面使用 那其他地方就可能 就沒辦法推廣了 所以真的 真正的重點 不是叫中興做出七奈米 而是你大陸上所有的研究機構 趕快把高階光科技做出來吧 那個是最關鍵的 最關鍵的技術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